我們繼續來看 課本175月 羅佛羅去問佛 跟佛說 是不是為我說法 讓我能夠得解脫 佛觀察這個羅佛羅 它的無肉善根 智慧的善根 解脫的善根 也沒有成熟 結果發現 他的家賢還不夠 我們所謂的文師修還不夠成熟 所以即使為他說法 他也還不能得解脫 無肉善不能升起 那麼最重要就是 他在思維的力度跟深度這一部分 那麼還不足 所以就跟他說 那麼你有沒有為人說過 五運 五場 五我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法 羅佛羅就說 沒有 佛就跟他講 好 那你現在先去為別人說 五運 五場 五我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講到這裡 這個時候羅佛羅 那麼聽了佛的話 就 那麼 找一個時間 那麼就是有一個恰當的時間 就去為別人說五運 五運 五場 五我的這個道理 當然就是五運 五場 五我的這個道理 所以意思 意思就是有那麼一個時間 那麼為一個人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去找誰 也要恰當的時間 恰當的對象 然後去為別人說 五運 基本上就是五運 五場 五我 那麼說完了之後 就回到佛這個地方 因為佛讓他去為別人說法 那 回來了之後就跟佛說 那麼 我已經聽佛的話 那麼去為別人 說了這個五運 五場 五空 五我 那麼現在 希望世尊為我說法 那麼我聽了之後 那麼 讀一禁住 專禁思維 博房一祝 我就會好好文師修這個佛法 然後希望可以 可以從五運 五場 五我裡面 那麼得到解脫 那麼乃至自知不是後友 就是他這裡說的 後面 前面說的 那麼因為 因為他 獨一禁住 專禁思維 不放一祝 那麼可以 那麼可以 可以 自證 自知 自作證 我身一禁方便於利 所作一般 不受後友 簡單講就是 可以因為 思維 聽了佛說法之後 佛告訴他的方法 去 努力思維之後 那麼因此可以得解脫 那 後來佛 因為他去為別人說 無印無常 無我 苦空無我之後 我又觀察他 那麼發現 他的解脫善根 還是沒有成熟 就是 即使現在為他說 他也沒有辦法 這樣 因此而得解脫 那麼我們說 獨一禁住 專禁思維 不放一祝 這個都是佳行會 那麼 就是 就是有一點像 你一個木頭還沒烤乾 那就是給你點火 也燒不起來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 就是你的木頭 還不容易著火 所以 就算給你 現在給你點大火 你也燒不起來 燒不久就死掉了 所以你還要去 讓你的善根更成熟一點 那怎麼樣善根更成熟呢 那他也視為 無印無常苦空無我了 也為別人講 無印無常苦空無我了 那還要怎麼樣呢 那佛就跟他說 這個 因為觀察他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跟他講 你去為別人說 六路處 那我們知道 無我的道理 基本上從四個地方講 從四個地方講 就阿含經裡面 有從四個地方講無我 一個是無印 一個是六處 那可以講十二處 一個是六界 或者講十八界 一個是原起 就從這四個地方 那像 雜阿含 有部的基本上是把 五印放在前面 然後六處 然後原起 六界跟原起四地 是放在一起的 那叫做雜音獸 所以 所以 基本上天重在這三個 就 五印 六處 或者十二處 即原起 那第二個 那你說有沒有去跟人家講 六處無我 六處無常苦空無我 那我們說五印跟六處的差別 五印基本上是著重在所謂的身心 那心就是受想型 那這個六處著重在心跟近 因為你這個受想型 其實它比較詳細 你這個受想型 主要是因為 根層是合合而有的 才有受想型 根層是合而生處處 一句受想型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不夠仔細 就是說你對於無常 無我不夠仔細 那麼你還要更細一點 就是說你單單從五印 你沒有辦法 那你還要從受想型的一個根源 受想型的根源在哪裡 在根前世 從這個地方再去分析清楚 有一點像暴露 大陸人不同 我就講得更仔細一點 類似像這樣 好 所以你有去跟人家講六路處了沒有 那六路處它思維了 我們說過你自己聽跟你為別人說 那個理解度 那個力度跟深度 其實不一樣 那個法的力度跟深度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你要為別人講 你必須要更清楚 那你聽了 你只要記得住 或是你稍微有明白就可以了 那你為別人講 因為別人有時候會問 那你講出來的 那你會更清楚 那個深度也應該會有見過 因為有些人會問 那你要跟人家解釋 那你要解釋到讓人家明白清楚 所以佛陀說 那你要去為別人說六路處 那所以奴當為人言說六路處 這個時候羅喉羅又找一個時間 那麼去為人家講 那麼去為人家講 六處無我 或者叫做十二處無我 那說六路處以來意佛所 六路處一般都是十二處 因為有內六路外六路 因為講內六路一定是相對外六路 一定是這樣 那講更詳細一點就是十八戒 其實因為由事跟成事 好 那來意佛所 其手如足 退住一面 那麼跟佛說 好 那麼世尊 我已經聽你的話了 為別人說六路處 那麼希望 我願世尊 那麼現在可以為我說法 就是說可以告訴我怎麼得解脫 那麼我依世尊的修法 那麼可以得解脫 那這個世尊又觀察這個羅喉羅 善根有沒有成熟 善根其實就是無貪無稱無痴的心 就是可以啟發無肉的心 那麼也是我們說的心境念定會 這個會 無肉會有沒有成熟 那麼發現到羅喉羅的這個 心中的這個解脫制 還是沒有成熟 可以解脫的智慧 那我們早上有講 其實解脫的智慧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那個深度要夠 它基本上就是在境界 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那個自然而然就會思維 往這個地方思考 你那個就是不是特別做意的 當然一開始要做意 要強力做意 然後但是你要養成習慣 你在每一個境界上 或者是你獨處的境界 專精思維 獨一進出專精思維 或者你在獨處的境界 或者你在面對與人相處的境界 或者你受熱的境界 或者你受苦的境界 那麼你都要養成一個習慣性去觀察 這個身心的反應 以及心跟靜的反應 那麼你內心是怎麼樣來看待這件事 怎麼樣來理解這件事 怎麼樣來解決這件事 那不管有沒有解決 那麼你又怎麼樣來看待 你在這件事當中的這一些整個過程 你慢慢慢慢都這樣一天一天 你都這樣去思維 你那個世間延期 或是這些觀念 你身心變化的觀念 你心隨著進 心隨進轉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那麼你都非常清楚 那麼漸漸你就比較能夠了解 這個所謂五運六處引起的這一些 就是你比較會比較細 那個比較深入 因為它無非就是身心的觀察 佛法不離開身心的觀察 那麼十二處是因為這個心是隨著進轉的 會依著進而起受想行 那這個進有時候是現前的進 有時候是過去的進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想到過去想到未來 那個叫做法成 你過去曾經發生的 那麼你在內心裡面 那個印象收藏著 那你自己一個的時候 你會想起 或是你有對未來的一些想像 想法 那麼也會 但是它都是一個進 不管是現前的 還是內心的 那都是一個進 那問題是你對這個進本身 那麼你有些什麼樣的思維 所以重點你要如理 什麼叫思維學 你要如理 那麼常常養成這個習慣 就看待這世間的一切 久了久了應該就會就是 你在這部分上 你會習慣做如理思維 那要是沒有的話 你雖然想很多 想很久 但是你想得不深刻 想得不深刻 有一點像水沒有澆到根部 沒有澆到根部 那就是表面 太陽一曬又沒有了 煩惱一來又全部沒有了 無影無蹤 所以為什麼要專精思維 為什麼要塑塑專精思維 問題就在於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 你法不入先 就是你真正對緣起無常 跟這個無我 那五運六路 那麼運促界 這樣的一個概念 它並不是很深刻 那因為不深刻 所以它起的作用不大 也不能講完全沒有 但是就是作用不大 就好像就算你吃藥 那個藥性沒有得發揮出來 那也沒有辦法 它也不能講完全沒有作用 像你吃飯也一樣 沒有完全吸收 那作用也不大 就是它沒有辦法 讓你的身體滋潤長癢 那法對心的滋潤長癢也一樣 所以要深刻 那深刻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努力思維 然後你專精思維 你塑塑思維 那麼這個必須在我們講 在盡中 在動中 在平時 那麼在特別的時候 比如說你用功的時候 平時的時候 那麼這一些你都能夠 一開始是你作意就有 你作意就有 你想 你那個專精思維 你那個作意就有 然後後來就是你不用作意也有 你不用特別想就有 因為你習慣 你習慣就會這樣看待 那這個是要常常訓練的 好 所以現在佛就跟羅佛羅講 那麼 你去為別人說六路處 那麼就是講心跟敬 就是我們叫十二處 好 那麼羅佛羅就去為別人說 說了之後又去跟佛說 好 我已經為別人說了 那麼希望 現在師尊可以為我說法 讓我得解脫 讓我可以證物我了 那佛陀在觀察 他還是沒有善根沒有成熟 所以又跟他講 奴隱為人說 尼陀那法位 尼陀那法是 是所謂的元祈法 因緣法 那這個是三藏十二部裡面 十二種佛法的類別裡面的一種 有時候翻作尼陀那 那這個在 我們看一下七百四十一頁 七百四十一頁 三藏十二部的說法 其實是很後面的說法 大家在結集的時候 還沒有提到 這個所謂的十二部 三藏十二部 其實還沒有 那這個當然到了部派 就有所謂比較完整的 三藏十二部的說法 那我們前面知道說 其實一開始 就只是三種而已 然後後來 漸漸點變多了 就變成三藏十二部 七百四十一頁 七百四十一頁 那麼中間大概這裡 第四 這個是如來所說法 大家社相印裡面的第三經 中間那裡 我們看第幾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五 第十五行 這裡 這不經是在講 佛請大家社為比丘所法 大家社不願意 後來大家社就跟佛頭講 為什麼不願意 因為木劍仁的弟子 跟阿難的弟子 兩個人常常吵架 說誰的事物比較厲害 在比較誰的事物厲害 然後當然鬥爭 這個大家社說到 他不是說不願意為比丘所法 只是有一些比丘很難教 那麼常常為了一些小事 在那邊吵 那這種煩惱那麼重的人 那麼要教他那麼也很辛苦 而且說不定還會被他嫌棄 類似像這樣 這個經是在講這個 然後我就把這兩個人叫了 然後就講到 努等辭我所說 修多羅啟業 那麼祭說 壽祭 且頭 憂陀那 阿波陀那 伊地目多 且 舍多且 皮婦羅 阿富多達摩 阿富多達摩 憂皮提舌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三藏十二部 那 那 彌陀那的說法基本上就是印譯 其實就是緣起 因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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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法 好 這個我們大概知道就好了 好 我們翻回來 那因為這個是從三藏十二部說的 那如果像我們講 緣起無我 他也不翻彌陀那無我 那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是從三藏十二部裡面來翻的 好 那奴金 你有沒有去為別人說緣起法 我們說三種無我 四種無我 那主要的緣起是一類 好 緣起六戒基本上是放在一起的 好 就問羅羅 你有沒有去為別人說緣起法 緣起無我 那我們說五運跟六處是就身 五運是身跟身 六處是身跟進 那麼這個緣起基本上 它是綜合身心進 以及生命的流轉 從生命的流轉裡面講 然後發現其實沒有一個主宰 這個是從緣起裡面去知無我 好 那從生命的本身 生命跟身心本身 然後去看待 所以緣起是 對個體生命的分析 主要是我們為什麼會流轉 是怎麼流轉的 中間當然八環五運六處 四明色 其實就是五運 然後這個 觸受愛取 觸受愛取 四明色觸受 這些基本上 就是所謂的 這個身心進的一個 一個變化 那在這一些變化裡面 這個煩惱生煩惱滅 煩惱生煩惱滅 生生命命 然後夜 造成夜 夜又造成果報 就這樣不斷的循環 好 那羅後羅就跟佛說 沒有 沒有 並沒有為眾生說緣起法 那佛就跟羅後羅說 那麼好 那你要去為別人說緣起法 好 那這個時候羅後羅 又找一個時間 那麼去為別人廣說 就是詳說廣說 這個緣起法 來到佛所 說完了又來找佛 跟佛說 那麼我已經為別人說緣起法了 我也很深刻的了解緣起法了 那麼現在請佛為我說法 那麼我聽完法後 我獨一進處 專精思維不放一處 這個是習慣性的用法 然後 這個 然後 希望能夠 依這個回誤的說法 然後我專精思維之後 那麼我可以得解脫 所以乃至自知不受厚惹 好 這個時候世君又觀察羅後羅的心 還是 還是沒有善 善根還是沒有成熟 那 所以 又 又跟羅後羅說 你 現在 要 就前面 你跟別人說的 我為你說 你跟別人說的 這些五運六路 遠起 就五運無場無我 六路無我 遠起無我 這 這些道理 那麼 好好再重新想一遍 獨一進處 專心思維 觀察其意 就是 好好思維它的道理 就是 它其實法跟法是要 這個就是法跟法要貫通 那法跟心要貫通 這兩部分 如果學習佛法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貫通 你就會一塊一塊 那 因為你沒貫通 從哪裡知道你沒貫通呢 你記不住 然後 你不能用 你常常起煩惱 就知道 你不能貫通 就算你沒有起煩惱 你 法跟法格愛不同 那表示你沒有真正生物 所以 你讀阿彌陀經完之後 你再讀金剛經 你就覺得阿彌陀經跟金剛經 完全不一樣 它是不同類的 而且是 就是 阿彌陀經跟金剛經 那 它是站在對立面 類似像這樣 或是它完全不同類 其實不是 其實佛說的法 它是從各個不同角度 那麼面對各個不同的眾生 那麼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它的宗旨跟理論 其實是不變的 其實是不變 但是 我們簡單講叫做 氣理跟氣機 那你要從氣理跟氣機這一部分 那麼如果是相應於眾生的 那麼你要知道它的重點 就是宗旨理論在哪裡 你如果是從氣理部分的 那麼每一種說法 你又要知道它的理是一樣的 它的理是一樣 所以大師與弟子 同法 同句 同意 同味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佛法裡面 一貫不變的道理 所以它這裡講 這個時候羅羅受佛教赤 就是受到佛的這個教導教界 如上所聞法所說法 它所聞法就是 五運無無常苦空無我 六路無常苦空無我 緣起無我 對 基本上五運無我 六路無我 緣起無我 這個是它所聞法 那麼它依它所聞的 在為別人說 就是所說法 好 那麼這邊來 一一 一一文 然後一一師 然後一一修 文師修 然後不行 為別人講 那被別人講 會更深入 它還是不行 那麼要綜合起來看 法跟法要通 那麼為別人說只是 你如理思維專精思維 那個是 那個是要深入 那麼為別人說 那個是更加的深入 那三個合起來 那個是要貫通 那所以 它這裡說 那如果說 舍利弗目見人 那當然它聽 聽到緣起它就 它就誤然 舍利弗大概 第一次 第一次見法 見法 只是聽馬聖彼丘講 諸法運生 諸法運妹妹 他也沒有講到那麼細 但是他就誤然 那麼 他震撼的話 那一次 是因為 他聽到佛 為他的舅舅 講壽腹經 就講那個壽 什麼是壽 那就是 他也沒有詳細的十二處 沒有 他就是十二處裡面 六路處裡面那個壽 跟陳氏 和合身處 處聚壽 想失 那個壽 壽腹經 什麼是壽 苦壽樂壽 不苦不樂壽 那壽從哪裡來 他聽到這樣後 他就證阿羅漢 所以每一個人不太一樣 那我們說最壞的應該是須拔陀羅 須拔陀羅 佛要入面之前 佛只是跟他講了四弟 也是講無常無我這個 一下子他就證阿羅漢 那舍利弗還是從出國 然後再證阿羅漢 他沒有 他去那邊沒有多久 直接沒有多久就證阿羅漢 當然也可能出國到阿羅漢 但是很快 都不用到十分鐘 就正阿羅漢 那這個我們說 因為 無肉會的快跟慢 跟他過去生 過去生累積的有關係 那我們相信我們這一生這樣累積 今生如果沒有解脫 那麼過去未來生 不知道哪一生 而且下一生就可以見到了 那最慢最慢 如果你保持這種習慣 最慢最慢 那個最懶惰懈帶放育 到彌勒佛來也可以 但到彌勒佛來很久了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已經 就是也蠻久 但是你就這樣培養 就最慢到那個時候也可以 所以大家 大家那一種 那你說那 這個期間我萬一 很多人會怕這個 我萬一 因為有隔音之謎 很多人都怕這個 我萬一有隔音之謎 忘記我照二月怎麼辦 不會 所以那個是隨夜隨念隨喜的 你今天回去睡覺天一天 明天起來 本來都持五戒的 明天起來會不會忽然 去殺身偷盜 也不會啊 為什麼你睡一覺 你也有隔夜之謎 隔一個夜晚這樣睡覺 你就忘記了 但是你那個習慣 會保留起來 那所以你才 不然你殺了人 你也忘記了 你怎麼還會墮地獄 對對 你照一夜你忘記了 你怎麼還會墮二道 就隨夜隨喜的啊 哪裡是你記得不記得 他就有跟沒有 不是啊 所以你在這一生努力加強 正見尊上也有隔音之謎 正見尊上也有隔音之謎 但是他為什麼不墮三二道 不外乎就是 他那個正法的心很強 變成習慣了 所以我才說要常常常常常習慣 即使無常無我緣起的心 也要讓他常常常習慣 那麼你無論如何 所以我們常常講 就是說你無論如何 你都不用擔心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平常都沒有在想這個 你不用到隔音就是隔世 隔音就是隔這個五韻聲 隔世 你不用隔世啊 你隔一周就忘記了 你還要隔世 所以你要把它 你要把它長長記起來 或是換個人換個境界 你那個佛法就沒有了 那麼如果你在境界來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失為出佛法 你就不用擔心這種 真的是不用擔心 那你要有信心 也就是說你要有信心 你這一生 你這一生你也不記得你前一生啊 你哪裡記得你前一生是誰 是什麼有沒有學佛 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看見佛法 會喜歡洗心呢 會想學佛呢 那當然跟前一生有關係 所以金剛經的說法 不以一佛二佛三世我而中三更 確實是這樣 以前我常常讀金剛經 那讀到這句話 就是說你可以讀誦波羅經 而且相信波羅經 那當然這個就是智慧 這個波羅就是無肉慧 從有肉慧到無肉慧 那你可以相信這個無常 就是一切法空的這個道理 那麼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佛 而中三更 乃於無量千萬佛所 中諸三更 那如果你 這個是積極的說 消極的說 假設你信受波羅經 弘揚波羅經 那麼有人 有人 那麼罵你 有人批評你 有人傷害你 是我先是所遭二悦 因度二道 今以世人親見故 先是罪悅則未消滅 當得阿尿多能 上馬上不敵 以前 沒有我常常誦金剛經 那麼 所以對這個很熟 那後來 以前會覺得這個都是佛菩薩安慰人的話 後來我發現這個是事實 佛是如實說 這真的是事實 因為你不可能 因為你對 比如說你對無常無我這麼耗耀 其實無常無我就是波羅 就是無法空 就是空 它就是無我就是空 那你一直朝這個路去思維 那個你無我的智慧 無肉的智慧 無常苦空的這樣的思維 會藏在你內心 那麼 所以它還要有過去的 過去的這些智慧 然後還有今生的加息 那麼才能完成 你之前已經把木頭烤乾了 你現在火大一點 它燒一下就起來了 那你的火烤不乾 你要先烤火 把木材烤乾 不然燒不起來啊 不然你帶大火也沒有用啊 那你非常的乾 非常的容易燃燒 一點點小火它就燒起來了 所以那個剎那錠為什麼 那個剎那錠為什麼也可以引發 電光錠為什麼也可以引發 你看一點火星 只是一點火星 那個整個就燒起來了 為什麼 那個木頭夠乾燥 那個柴火夠來 夠容易燃燒 就是你的智慧 已經培養到很純熟的地步了 那現在的加息會 一點點就夠了 一點點火星 你看那個點那個氣有 一點點火星就不要了 那個就是表示 你那個揮發性很好 你那個易燃度夠 那你現在的加息會 做的都是這種 那所以 你這個煩惱就很像濕氣一樣 那不斷不斷浸濕你的木頭 你就要烤乾嘛 所以要煩惱要少 用智慧先把這個 把這個煩惱 慢慢慢慢讓它 讓它不那麼深 那麼你平常 你平常有事沒事 就朝那個木頭 噴幾個水噴幾個水 有時候還 你遇到一個境界 憂悲腦還在裡面 靜了兩個月三個月都在憂悲腦 那個木頭靜在裡面兩三個月 那忽然間間要關無常無我 哪有辦法 你那個大火來燒也燒不起來 所以他才說要常常怎麼樣 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你的煩惱要少 一個就是你的智慧要夠深刻 那我們說用火來燒木頭一樣 以智慧火燒煩惱心 也是這樣 問題是你那個煩惱心太濕了 你常常浸在煩惱裡面 所以你要常常觀察有沒有煩惱就是這樣 那你常常觀察自己的內心有沒有煩惱 那麼一起的你就 就是你常常去看你家的木頭有沒有濕掉 一有濕掉就拿來曬太陽 拿來曬太陽 就常常用火法來去除這些 一樣的道理 久了之後 你那個火的力量大 一燒就全部燒了 力量一大一切煩惱都斷了 那力量不大的話 就先斷掃紛煩惱 先斷掃紛煩惱 然後慢慢斷 就出國二國三國四國這樣 那力量大的話 一燒就全部燒了 然後如大火 那麼燒盡一切了 而且沒有殘餘 這個是阿漢堅裡面說的 那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其實就是 重點就在於你內在的那個智慧火 還有那個煩惱心 那這兩部分 那你煩惱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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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煩惱比較不重 那麼你當然智慧就比較有力量 那智慧就是 我們說智慧就是覺察煩惱 控制煩惱 調補煩惱 斷除煩惱的能力 之後把一切煩惱斷除那就超越了 好 所以羅霍羅 羅霍羅其實 他過去生的智慧應該也蠻深 但是他因為他年紀小 羅霍羅算是很年輕 但是他這個時候應該也是 至少都是 就算是六年後至少都是十幾歲了 因為伯陀要去 伯陀去這個 去出家以前 羅霍羅已經出生了 但是到底什麼時候出生我們不知道 但是羅霍羅就是 佛陀去出家以前 羅霍羅已經出生了 那佛陀成道至少 佛陀從出家到成道中間經過六年 就算 就算剛出生不久也六歲 然後六年後回鄉省親 至少也十二歲 最少最少 也十二歲 那給你講十二歲好了 十二歲 十二歲也不是最年輕的 那但是他也不是出家 就正阿羅漢沒有 就是佛陀為他說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正阿羅漢 羅霍羅剛開始出家很調皮的 常常說謊 而且喜歡捉弄別人 對佛陀教訓家後面還有講這個 那所以他正阿羅漢 也有可能是在沙咪的時候 可能在比丘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最早他也十二歲才出家 有一個更少的更小的 舍利弗的弟弟 君陀沙咪 七歲就正阿羅漢 七歲就正阿羅漢 所以說你過去生的修學 跟這一生有關係 他們一家人都是同行同怨的 他媽媽生了七個小孩 四個男的 三個女的 七個都正阿羅漢 其中君陀沙咪 算是應該捨立佛的弟弟 最小的聽說是 最小的聽說是羅伯多 有一個是佛陀仙奧 被毒蛇咬死的 但是他也是正阿羅漢 就是四個男的 三個女的 這個其實就是同行同怨 過去就是一起修學 或是一起出家 一起修行的 後來都投胎到 舍利弗的媽媽那邊去 也有可能 基本上 因為他們一家 他的舅舅是摩托居吃偶 他的爸爸是當時的大論士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就是跟他的爺爺辯論 他的爺爺辯論書 所以就把他的女兒 就是舍利弗的媽媽 嫁給他的爸爸 因為辯論 因為他的爸爸 他的爺爺很會辯論 但是後來辯書這個Polono 辯書了 然後就把他的女兒嫁給他 然後他自己就出門去了 所以他們一家都很會辯論 除了他媽媽之外 但是他媽媽在懷舍利弗的時候也會辯論 但是舍利弗生下來之後就不會了 所以你看他們一家也算是很厲害 不過因為舍利弗的媽媽她雖然是這樣 家裡有七個阿羅漢但是她還是去外道 後來還是舍利弗回去遇她的媽媽 所以這個是我們講到 像舍利弗的弟弟君陀 有時候叫蠢陀 七歲就成阿羅漢也算很厲害 羅赫羅 我們在講羅赫羅 你看羅赫羅是佛陀的兒子 他也是要自己修 他也是要自己修 他也沒有說我是佛陀兒子 我會加持我 我會回向我 沒有沒有這樣 我會把功德回向給我 我會特別加持我 沒有辦法 那麼如果羅赫羅都要佛陀告訴他 他要自己修 那你想我們怎麼可能 因為念佛念菩薩 佛菩薩就把功德給我 就把智慧給我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那佛陀怎麼不 怎麼不分一點智慧給這個羅赫羅 分一點功德給羅赫羅 羅赫羅有一陣子 面黃激壽都吃不好 那智慧裡面有一間 佛陀看到他 你怎麼面黃激壽 你說沒有得吃嗎 因為 沙咪嘛 沙咪都在後面 硬貢都輪不到他 硬貢要照排的 從芥辣高的開始排 排到那沙咪都排不到 沒有 那所以 那脫波也要站在最後面 那人家好的都給前面 大家都要供養那個 大阿羅漢啊誰要 那所以他有一陣子吃到不好 都吃面黃激壽 佛陀就跟他講 你怎麼 你怎麼身體變這樣的 你是都沒得吃嗎 他說不是 就 就 就最想洗腦的 就是比較不好 然後 然後這個佛陀就說 那你的和尚是誰 佛陀知道了 叫舍利弗 舍利弗沒有盡到照顧弟子的責任 所以他就說舍利弗食不禁食 舍利弗一聽到馬上把他 今天長上去硬貢的東西馬上吐出來 他說你自己去吃好的 那你的徒弟都沒有得吃 兩道就要沒有忘記送 沒有照顧到他 你是人家的和尚 沒有照顧到你的弟子 舍利弗有兩次受到佛頭的喝酒 一次就是因為羅霍羅 因為羅霍羅沒有照顧到 你是人家的師父 你沒有照顧到 所以 所以這個 他說舍利弗食不禁食 舍利弗馬上把那個 把那個吃的東西吐掉 挖出來吐掉 然後他說從今天以後 我不再接受運貢 因為佛陀說我運貢吃不禁食 今天以後我不再運貢 那須達多長者跟一些大父長者很緊張 羅陀沒有是不接受運貢 現在舍利弗又不接受運貢 那我們要哪裡去修福法 就很緊張 應該在後面 在最後面不知道哪裡 我要找才能 這個是我們稍微 就順帶講了 都想到就順帶講了 講到這個羅霍羅 我們等一下看 他說 羅霍羅 你現在要把五運六路跟連起 那這個關係 這個深度 要把它 要把它匯通一下 我們自己底下也可以做匯通 我之前記得有跟大家寫過 就五運六路 你把緣起寫出來 然後你 但是他這個要 還要叫專精思考 專精思 專精思維 無名 無名 行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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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入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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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是受想行 它有两种说法 我们用一种就好了 明是受想行 是是色 色受想行是 这个是五蕴生 但是这个是造作烦恼的 依五蕴生 有造作烦恼 这个是已经有的业 跟烦恼 我们讲我见我爱 也可以讲我见我爱 然后六路处 处开始有所谓的受想诗 受想行 行里面以私心所为主 其实就是这里的 然后开始有爱曲 然后就有有 然后又有生死 大概是这样 五蕴六路 基本上造业 我们这一生最主要的是 在这里 处 心手 就是反应 对境界的反应 心对境 心面对境的反应 那么会有苦受 热受 不苦不乐受 所以有时候从处 有时候从受 苦乐 不苦不乐 那这个受 那这个受是一样的 佛陀的受 阿罗汉的受 我们的受 基本上一样 佛陀吃到是酸的 吃到是苦的 吃了会拉肚子 我们吃了也会拉肚子 可是佛陀拉肚子之后 他的反应 跟我们不一样 那提伯达都骂佛陀 骂阿难 骂舍利佛 骂一般的凡夫骂我们 我们都知道他在骂我们 我们听了也觉得不好 但是反应不太一样 那么你会生起贪 撑 吃 或是不会 或是生起智慧 或是你会观年期 观无常 观无我 或是你会生起慈悲心 你会生起怜悯心 或是你会思维 你会思维这个烦恼的过患 你会思维造业的原有 原因在哪里 苦因在哪里 就是同样一个劲 你看到这个劲 你会怎么想不太一样 那么这跟你平常 平常的想法有关系 我们就说 这同样一块地 同样一块地 出家人看了 先看这个地 可不可以进试验 那么这个农夫看了 这块地适合种什么 那如果都是商人 这块地是建地 还是农地 那么有没有值钱 这很多人想法基本上不一样 那同样一个境界 有学佛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 面对这个境界 想法不一样 那么学佛学到哪里 也不一样 遇到苦 那有些人 遇到苦没有办法 就广化念观音菩萨 那这个也是一种 那这个其实是完全 完全仰赖 这个所谓的菩萨来拯救他 会怎么样 但是你有智慧的人 他 国法的教法就是 遇到境界 思维这个境界的本身 那么你起什么烦恼 你有什么烦恼 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第一个先想 我有没有烦恼吗 我有没有烦恼 所以如实之嘛 苦极灭到未患流 那有贪之有贪有称之 先想我有没有烦恼 我对这个境界是 怎么起心动念 那再来想 我为什么会 如果没有烦恼 那你也要知道 我为什么会没有烦恼 那有烦恼 你也知道 我为什么会有烦恼 那我在哪一个地方 如理思维的 所以不起烦恼 我在哪一个地方 不如理思维 无名相应 所以起烦恼 你要想这些 那想了之后 好 那现在已经有烦恼了 烦恼有什么过犯 那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有什么殊胜 有什么功德 那有烦恼有什么过犯 有什么样的烦恼 有多深多重的烦恼 有哪一类的烦恼 那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有这个烦恼 有什么过犯 会对我有什么伤害 有什么影响 现在有什么伤害 未来有什么影响 好 那么假设它是不好的 对我有伤害有影响 那我应该要解决它 那要怎么解决它 我要怎么调伏它 这个烦恼是可控制的 不可控制的 可调伏的不可调伏的 可断除的不可团阻的 以我的力量 我有没办法调伏 如果没有 那我要再增强哪些力量 来调伏它 这个都要想 那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这个过程就很快 你不要觉得想这么久 没有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这个一下子你就自然而然 你就一下子很快 就好像我们起烦恼也很快 你不要说 这件事情 他骂我 他为什么要骂我 他怎么可以这样骂我 他骂我 那就是要伤害我 伤害我应该生气 我要怎么生气 要怎么样的生气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他这样是不对的 那其实一下子而已 那个很快 那个就是心所在运作很快 那我们刚才这样想 这样想其实一开始会想久一点 就是如理思维 那如果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没办法如理思维 你要退下来 要先离境 要先离境 你在境界里面太强了 你没办法 所以你在没有境界不现前的时候 那么你要做如理思维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 境界走的就好了 就不管他了 就算了 没有办法算了 那会算在里面 下次一起算 会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做 马上处理 境界走的之后 境界当下没办法 境界走的时候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洗澡的时候 你吃饭的时候 吃饭不一定的 你洗澡的时候 你睡觉的时候 你上厕所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人嘛 你就可以好好想这件事 然后把它想清楚 那你想习惯了 其实那个就很快 以后面到境界 直接反应 你就是这样想 所以它不容易起来 那这个要训练 真的要训练 那你把 现在裸裸是把五蕴 六处延起 整个想清楚 其实是把整个人 人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会受苦 因为它重点是要解脱 它重点是要解脱 它独一进注 专精思维 不放一注 重点是要 这个犯恨以利 所作与办 不受后友 自知不受后友 所以 因为它后面就讲 我神理性 犯恨以利 所作与办 不受后友 这个就是解脱 那它重点是要解脱 那解脱到底是 什么让你不能解脱 什么让你不能解脱 根本上的说 细节上的说 根本上的说就是这个 那这个是怎么哪里来的 这个业 业就从这里开始产生友 那无名是与生俱来的 那你的无名就是 你执着这个无运为我 那你的业就是在 执着无运为我的当下 面对境界 在产生 与无名爱相应的 这一些种种想法 重点不在受 重点在受之后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你会长养贪嗔痴 是这一些 那你又没有觉察 所以汤生之不断的长养 然后就会受想行 就会造作 然后就会懒着 然后直取 然后就 那就会形成未来又生死 那这个有里面 又带有无名跟行 又带有无名跟行 所以出生的时候 又是无名行 然后出生如果是人的话 又无名行 四名时候又开始 然后又开始一连串就这样 不断不断循环 不断不断循环 所以你要仔细想 你要仔细想 回去也可以画图 好好画 好好画 然后把那些细节都弄起来 也可以 但是如果太细了 你会觉得太多 你不容易记住 你也不用 你就大概大概知道 但是你在哪一个关卡 或是哪一个地方 没有汇通 你要把它汇通 就是仔细想 但是有一些人 过去善根成熟的话 就不用想什么多 但是善根不成熟的话 就是你要稍微仔细想一下 而且要常常想 常常想 那也并不是这样想 你就一定可以录 它还有看你 有没有一些障碍 障碍住 那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作力盘托节 作力盘托节 过去在这一生中有累积 过去生中有累积了 但是它重点不是因为 它的智慧善根不成熟 是因为它有业障 因为它过去做三藏法师的时候 然后它 令法 不愿意 因为你说法可以让别人得解脱 你却令法 所以因为这样 它这个业障碍住它 但是它的智慧善根是成熟的 所以它只要一个 浮尘出购 它也不用 它也不用关元旗 也不用关五应无我 也不用关六路 没有 或者就叫它一个浮尘出购 它从浮尘出购 就连结到它过去生思维的五应无我 六处无我 元旗无我 所以它是以浮尘出购 这两个 一般把它翻作哨法 其实叫做浮尘出购 它是以这个得解脱的 那你说它不关元旗吗 管 怎么不关 它从浮尘出购 知道尘是什么 够是什么 这是烦恼 那它就去想烦恼是怎么生起的 那它怎么会想 它过去生它自然会想 所以正出国来的 它已经正出国 它有那种很坚定的力量 没有人跟它讲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佛法了 没有人讲五应 没有人讲六处 没有人讲元旗 但是它坐在树下 看见灰花落叶 看见流星 看见杯子摔破 看见人走过去掉下来 它就见到元旗 为什么 这个就是它过去生的这个智慧 它成熟 但是因为有业障住了 所以它透过什么 它透过 因为它是傲慢 这傲慢心障碍住它 但是它的上根其实已经成熟 所以佛陀只要把它的傲慢性去掉就好了 所以叫它去跟比丘洗脚 叫它去负责打扫的 有的没有的 然后叫它念一个记就好 浮尘除过 浮尘除过 它念了念了 依它过去的习惯 它念了念了 就想到什么是成 什么是够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哪里是成 哪里是够 你跟成是处 处跟无名相应 无名相应处 那个就是成 那么你爱取有 懒卓生的 那个就是够啊 不然 那你就从那里下手 一样啊 你看到底是一样的 它就得解了 我们先下课